事業線話題現在也在發燒 來看看這一個研究檳榔西施文化 已經16年的吳瓊華博士 現在在嘉義做展出了 那麼其中呢 他就拍了260幅檳榔西施的事業線 也就是胸部啦 其中還包含自己的也在裡頭 落背莊小短裙薄紗若隱若現 一般人認為下層文化的檳榔西施 在藝術家吳瓊華眼中 可是一座寶藏 早就看出女性胸部的美感 牆上260幅西施的胸部 是吳瓊華從1995年到2000年期間 所拍攝的作品 桌上的貢品兩顆100元 則是在描寫 台灣從祭拜神明 轉為把櫥窗裡的西施 當作崇拜對象的文化轉型 一拐一拐 我走去看冰榔他 那我訪談的時候就問他 他說我們不會看得比較重 那後來那個有感而發 我回來呢就做了一個 一個就是 疑似性的一個裝飾藝術 以我們這個年紀的話 是看起來是蠻漂亮的 吳瓊華研究西施文化已經16年 每次展現女性文化 總是讓人眼睛為之一亮 民眾接不接受其次 導師已經留下深刻的印象 中間新聞 後果文宣會文嘉義 採訪報導 採訪報導